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魏 那这两天呢 可能因为工作比较烦嘛 这个少录了几节课吧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上次那个中药的炮制 上次讲了中药炮制的修制 那这次的这节课呢 我们接着讲中药炮制的这个关于水质 水质方面的一些知识 好的 我们现在开始 水质的主要目的呢 主要有第一呢 是要把一些泥沙除去 使药材变得干净 第二呢 主要是为了把药材泡染 泡染以后呢 变于切质 还有第三呢 是为了把药材的这个毒性呢 用水洗的方法呢 把它给漂去 主要就这些吧 就这些作用 接下来咱们看第一个是淋法 淋法呢 就是用清水呢 淋洗药材 咱们首先要把药材堆起来 堆起来以后 用水呢 从上到下 开始浇淋 两到四次 直到这个药材的根和静呢 静软为止 适用于咱们这个质地输送的药材 比如说一些墙草类的一些药材 比如说有配狼 薄荷 香乳啊 这些比较软点的这些药材 第二个呢 是洗法 洗法也叫墙水法 它是很快速把这个药材呢 放到水里边呢 快速洗去淋沙以后 即使把它取出来 嗯 主要是要洗去泥沙 嗯 药材与水接触的时间比较短啊 所以它叫墙水法 这些药物 嗯 因为这个 这些药物呢 主要有一些橙皮啦 三百皮 五加皮啊 这些这些药材 它一般是墙水法 嗯 第三的是泡法 泡法呢 就是把一些质地坚硬的一些药材呢 要用清水呢 泡上有点时间啊 这个呢 主要使用也不适合咱们用 零法啦 洗法处理这些药材 整体它药材比较坚硬啊 嗯 它要切至呢 所以需要咱们这个浸泡有点时间啊 泡软啊 要去皮 比如说咱们淘仁啦 杏仁 要用开水浸泡啊 去皮 嗯 脉动呢 要用泡法来抽去木芯啊 泡的时间呢 不能太长啊 防止优效成功丢失 第四呢 是润法 润法呢 是将这个 嗯 浸润呢 浸湿的这个药材呢 放到一定的容器上面啊 然后再拿一个东西盖住 然后使药材外部的这个水分呢 慢慢的浸入它 药材内部 使药材能软化啊 便于切质啊 这个方法呢 是用墙面的方法 都不管用了以后 用这个方法来慢慢的用哈 把它 变软啊 变软以后方便它处理 主要有 比如说有一些大黄啦 和手屋 折蟹 创雄啊 等等这些药材 第五呢 是漂法 漂法呢 就是咱们把咱们的药物呢 放到一些清水里边啊 经常 仿佛的漂洗啊 经常晃水 通过这个平凡的晃水呢 使用这个水印呢 将这个药物的毒性呢 都带走啊 毒性啦 盐分啦 腥味啦 全部都通过漂法来带走啊 比如说有天然星啊 磅相呢 用漂法来漂去它的毒性 盐腹子 肉 虫溶 海藻呢 是漂去它的香味啊 第六呢 是净法 啊 净法呢 就是长时间浸泡这个药物啊 浸泡药材使它变软啊 便于切片啊 比如说冰了呢 需要泡七天 木桶 木桶呢 需要泡一天 而柜子呢 要两天啊 也有一种情况是 用这个 呃 浸泡法呢 就是治这个中药的注射剂啊 那么主要是针对一些 不能不耐热的这些中药呢 啊 首先把它粉碎以后呢 放到一个玻璃罐里边 然后加入这个 这个溶剂啊 溶剂有水和乙虫啊 这些的 然后再泡上三到十天啊 每隔六到十二小时呢 搅一搅一搅啊 然后 呃 按照这个方法 连续进行三个周期以后呢 将这个液体 呃 进行浓缩啊 沉淀 过滤 在灭菌 封装啊 就成为咱们的中药注射剂啊 那第一题呢 是水飞啊 水飞呢 是咱们水质法里边 比较重要的一个一个方法啊 它主要用于咱们这些矿物类 或者是贝壳类啊 这些比较坚硬的这些药材的一些 一个粉碎的啊 一个方法 比如说有猪砂啦 雄黄啦 还有这个卢钢石 珍珠啊 这些这些药材都比较坚硬啊 那通过水飞呢 可以把药物呢 粉碎啊 粉碎的更加细腻 便于咱们临床的这个调剂啊 那具体方法呢 就是首先呢 把这个药物呢 打上这个粗末 然后放到盐泊里边呢 和水一块儿研磨啊 然后研磨的过程中呢 上面呢 就形成一个哄悬液 粗的一些东西呢 酱液的东西呢 继续在下面啊 然后把这个红悬液倒出来 然后继续加水 继续淹没 反反复复这样操作啊 最后呢 咱们收集这个液体 收集这个红悬液以后 使它这个静置一段时间 然后 嗯 使这个悬浮的这些粉末呢 这个沉到这个 这个容器的底部 然后把上面的这个 这个成型的液体呢 倒掉啊 倒掉以后呢 然后嗯 取底下的这个沉淀物呢 然后经过风缸啊 经过钢灶以后呢 就得到咱们的药材啊 嗯 这就是水飞啊 水飞的这个作用呢 它属下第一呢 嗯 有这么几个意义啊 第一个呢 是防止这个药材呢 在阳磨过程中呢 这个灰尘啊 容易产生一些灰尘啊 会造成第一个药材损失 第二呢 会容易产生一些 第二呢 容易产生一些 一些毒性的被人体吸收 所以它会用水的方法呢 不至于使这个浮沫呢 扬到空气中啊 嗯 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意义呢 就是通过 水飞呢 可以使这个药材里边 一些能溶于水的毒性成分呢 通过这个水飞的方法呢 使它除去啊 使它除去 而留下来的这个浮沫呢 是咱们的药用的部分啊 一些有毒的 一些有害的杂质呢 通过水飞的方法呢 嗯 把它除去啊 这是水飞的一个 另外一个意义啊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的聆听 啊 呃 本节课我们讲了 中药炮制的水质 下节课呢 我们继续讲这个 中药炮制的火质啊 呃 另外大家这个 关注点赞 转发 以后呢 呃 私信我啊 呃 我会有 这个中药的钢货 免费啊 免费赠送给大家 啊 谢谢